随着这段时间,国际形势的日益严峻 相信很多人都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肮脏手段 不少人在感慨之余也有些庆幸遭遇这些的不是我们的国家 但看似这些年来,我国的飞速发展摆脱了此前各种肆虐欺压的历史 实际上其实并不完全如此 不要说之前众人皆知的孟晚舟无辜被扣押在加拿大三年之久的事情 西方国家私下里派到中国暗地为他们运送情报的间谍就数不胜数 而且这些间谍大多形式非常隐蔽 很难让人怀疑他们的真实身份 日前,因为名叫陈雷的央视知名主持人奥方间谍身份被曝光 大家才纷纷意识到间谍的可怕之处 因为他们不仅可能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 还有可能是能引导舆论的主持人 并且由于身份的特殊性,让他能很方便地掌握一些内部消息 想想就令人感到非常可怕 但谁都想不到,在央视折服了18年之久的陈雷 却因为一句话的口误引起了大家的怀疑 这背后究竟有何故事? 陈雷的下场又是如何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发生在陈雷身上的故事 1975年,出生在湖南越洋的陈雷 原本也是一名活泼可爱的小女孩 对祖国也有说不出的亲切感 直到10岁那年,懵懂的她跟着父母一起移民到了澳大利亚生活 从那时候开始,一切都变了 小小年轻的她开始接受西方扭曲的启蒙教育 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西方对发展中的中国 有一种莫名的敌史和忌惮的态度 并且他们对于之前的侵略战争还会进行所谓的美化 因此,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陈雷 对于中国的态度想必也不用多说了 在顺利拿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商学位之后 陈雷听从父母的意见进入了金融行业 成为了一名会计 但那个时候,谁都不知道 在陈雷心中还有一个记者梦 2000年,因工作调动来到中国的陈雷 在一家中澳合资的公司里负责财务工作 同时,他也在寻找能够进入电视台工作的契机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两年之后,陈雷凭借在经济方面出色的成绩 进入了央视财经频道 成为了一名经济栏目的主持人 在之后的18年中 陈雷先后采访了许多商业大佬 其中就包括马云、比尔盖茨等人 因为其能力过瘾和平易近人的主持风格 陈雷的节目也深受大家喜爱 谁能想到这样一位美女主持人 面目下竟埋藏着如此不为人知的秘密 不管成雷的伪装有多么的精妙 真相总有被戳串的一天 在一次采访过程中 明显聊嗨了的成雷 脱口说出了一句 现在的澳大利亚政府早已掌握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态 就是这样一句话引起了国人的注意 之后经过一系列的调查曲 正才发现成雷果然是一名澳方埋伏的间谍 于是立刻对其进行了扣押审讯 而他将面对的则是遥遥无期的监狱生活 成雷这件事情也给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敲响了警钟 看似如今没有了战争 但在各种信息层出不穷的网络上 硝烟无处不在 甚至在我们身边都有可能埋伏着西方国家的间谍 如今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 对于出卖国家机密的这种走狗行为 理应被言成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